新冠病毒疫情导致民众只能安全呆在家避免外出感染 因此在家用电的频率也会大幅提高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特别教导民众几个安全用电的方法避免发生意外 在拔出插头的时候应该握住插头而不是拉着电线 然后千万不要用任何的钉子来固定电线 以免损坏电线的绝缘层 然后也注意不要拧曲长绕或者捆绑电线 也不要踩在电线上面 而且要定期的检查各种电线的情况是否良好 如果看到电线有损坏的时候应该立刻修复或者更换 那有一些电器呢它是有一个三角的插头 那注意这种三角的插头一定要插在三孔的插座上面 而不要只是插在两孔的插头上面 不仅如此除了电线应该妥善收纳 容易接触到水的家电更应该特别小心 我们建议各位用户在家里的厨房 浴室车库等有可能接触到水的地方 尽量的使用接地故障断路器 那英文的这个标志是GFCI 那这种接地故障断路器呢 可以帮助避免触电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呼吁正确的用电观念非常重要 因此唯有真正落实用电安全才能全心全力对抗新冠病毒 观众查询更多安全用电的方式 请上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官网 东京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下转发言